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最近有位粉丝想让我整一期 三台石勒喀和防空车 对阵小日子豆丁的视频 我寻思石勒喀打豆丁的这个题材 都快被我做臭了 怎么还有人看不腻呢 所以为了保持对决的新鲜感 我们今天出动的就是这台M19防空车了 这玩意儿使用的底盘 是由M24侠飞轻型坦克改装而来的 它的武器是一门双连的40毫米薄弗斯高炮 由于这个玩意儿装备的双连薄弗斯 确实是十分的强力 所以在这里我只给守军布置了两台这种车子 其中一台被部署在观众席旁边的高地上 而另一台车子则被部署在河道旁 利用其优秀的扶脚来扶击即将过河的日式豆丁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对决 看看这两台M19防空车 能否挡住小八个大军的攻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天的战斗进行到这里就结束了 十几台小巴盖的战车 在准备度过这条河流的时候 遭到了两台M19防空车的伏击 全军覆没 而这两台负责伏击的防空车这边 则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失 其中这台位置较为靠前的车子 利用自己良好的伏脚 以地形为掩护疯狂的输出 而从小巴盖的视角望过去 却只能看到一堆灌木 这波呀 属实是有点战雷的历史模式那味了 当然最后这里还剩下了几台 国民性存疑的小豆丁不敢前进 而我已经替他们的上风 呼叫了空军对其进行惩罚 最后顺便提一嘴 本期出现的最强日式战车是九七改 因为历史上像是一式中战这样的战车 都被拿来用作本土防御了 并不会出现在太平洋战场上 而且就算是出现在了本期的对决中 他们也难逃被双联薄夫斯乱穿的命运 好了 我们今天的看个乐视频 当然就结束了 最后不要忘了你的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